这个现在是第二种方案 这个叠盘如果磨到靠这边的这个叠砂片上面 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位置 它是已经磨到这左边的这上面了 我们该怎么去调节呢 是这个方向 看这个位置 看这里 这个缝隙 明显的就是说 这个位置的缝隙 是比较宽的 这个位置的缝隙 它就 这边基本上是没缝隙了 磨在上面了 这种方式呢我们怎么去调 好 我们就需要拧到 这颗螺丝 跟这颗螺丝 跟这颗螺丝 看到没有 它这个东西是可以滑动的 这位置 这个位置它是可以滑动的 我们需要调的这两个螺丝 松掉以后 把这个锯中 让它不要磨到两边 把这个螺丝给它拧松 你松以后就看这个缝隙去调 看这个缝隙 然后呢 只需要把这个固定 两边没有什么缝隙 看这个缝隙 要给它锯中 然后再慢慢一点一点的锁这个螺丝 锁的时候注意 它可能会有一个拉力 会偏向一边 你看看 现在有一个视频 就是说 有个事情 现在这个边 现在磨到了叠沙盘上面 我们可以把这一边 给它拧一点点 对 现在看 它就是一个 拧的有点多 这里 拧的多了以后 它就有点杀不住车 我们应该给它拧小一点点间歇 它现在你看还有一点点那个 它现在是没有锯中 还是抹到一边 我们就需要再调节一下这个螺丝 把它往外面推 再来锁紧就行了 但是记住一个这里一定是居中的不能有左右互相抹到 这样只有左右不磨到的情况下 螺丝才能锁紧 一点一点的锁 好 好 现在调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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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